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视频进入到3.8节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主要探讨一下表格,同时是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非浮动体表图表和品牌图表。 主要我们是在表格中一起来演示一下书中所讲到的一些实例,在这边的思维导图中,它是在3.8节,如果你打开这个思维导图的话,我是从这个表格这边引入,就是导到左边的三个不同的红包, 一个叫做tabu,还有一个是这个红包,如果我们来把它做成,做一些移动的话,可能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这个是一个叫long table,就是长表格,这是tabu,就是tabu了,还有一个也是tabu,就是有这两个,就是这样的红包可以去演示。 所以我们已经在3.8.2,我们已经看过图片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先建立一个新的文件,把它保存到这一头,我们就管这个文件叫tabu。 首先要放入我们的document,在这块的话,我们从这块的实例上是纯英,就是英文的,我们就用article。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一样我们要有dead documents,然后end documents。 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首先这个是通过一个没有写在浮动体中的这样的表格,我们这是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可以先写上table not in floating body。 我们来放一个一定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给它一个center的对齐,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 是begin tabular,这是第一个,就是tabular的一个子环境,在这个环境下面的话,我们会有若干格这样的参数,可以去看到c代表中央等高,所以在这个中括号中我们首先给出一个c,我们进行编译。 在这头,在这头begin tabular column,这个column我们是需要定义的,所以这个column中我们是给用竖线是代表,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column是一个l,然后第二个是c,第三个是p。 我们先不加更多的这个参数,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格content,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了content,但是这个content它因为并不符合上面的这三个column的定义,所以在这边的话,只是在左右的这个边线中显示了一个content, 因为它把它解释成单独的一个,就是一个column了,但是在这头的话,我们是p,实际上在后面的话有一个3em,这个就是说第三个column的宽度, 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话是有一个r,我们在这头可以看到它并没有一个相应的就是竖线了。 所以在这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分别代表左右一共三列lcr,在这儿,然后在这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些实例,在这边应该有这个p的这个解释, 然后是用at表示没有数值线,你可以使用at,最右边有空,你也可以用at减号来, 把数值线代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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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hlan就是一个水平线 现在我们放了两个hlan 不用加那个双斜杠 是因为你如果抓双斜杠 它就回车了 所以现在我们是两个水平线 下面是接着我们的表格体 在这边的话 表格体是也要用这个and的副号去分开的 比如说我说a and b and c and b 因为我们的表格是撕裂的 我如果这么去列 大家可以看到初步效果 我的p第三列用的是3em 就是给了它一个定义的长度 第四列是一个r 现在我是全都用这样的数值线去表示的 但是我可以不用这个数值线来这边去介绍 我可以用一个at一个空 这样的话就是代表这边没有数线 我也可以用减号代表我想用减号作为它的边界 当然说减号作为边界是非常的 我建议大家避免 如果你想做一个表格 我的推荐是说咱们不要增加其他的这些格数线 也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不要去这个变成这个没有实线 当然是没有实线的话就是我就直接空 就直接用空格这块的话它就没有线了 但是我的强烈推荐是说我们还是要增加上竖线 这样的话你的表格是非常的规整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看 所以第一列我们定义了我们的表格的那个每一列的那个格式 然后下面a and b and c and d d这块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一个小写d了 然后下面的话实际上接的两个斜线 就是让它到了第二行 我们是d and e and f and小g 我也是推荐大家用这样的规整的写法去写 因为这样的话它把这个两个斜线后面直接写第二行 实际上你在做这个就是圆满的阅读的时候 然后也会给自己和给别人未来造成麻烦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我是放clan 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写 在这边是fileanded while scanning use of CLAN CLAN后面的话是要跟着大括号的 而且这个大括号你是要有一个定义 比如说1-2就是从第一行到第二行 C-line 哦 sorry 应该是在这个打括号里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意思是C-line 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定义 绘制横跨从DI到DJ行的应该是DI到DJ列的水平表现 因为如果我说我实际上从2到3是第二行 那第二列第二列到DJ列所以就是第二列到第三列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在这给出一个这个comments 然后我们继续 Multi column的意思就是那个合并 合并单元格也就是合并列 MultiColumn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MultiColumn2 那就是从C到G 然后andH 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去做MultiColumn 我们继续更改一下 你可以当然可以抄书上的这个问题 我们把G放在前面 我把第二列和第三列去做MultiColumn 我们去改造一下 同样是MultiColumn两列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给出一个小表格 C MultiColumn 我们也是要给出来它的MultiColumn里面的这个定义 在这个下面的话 应该是给出来它的部分 那就是H 那就是在第二列和第三列中产生一个H 然后接下来我们 再来空格 i 小i 可以看到 对照着右边的这个书上的范例 然后你再加上我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些的范例 所以希望你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就是效果的不同 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MultiColumn 当然如果我说那这个我变成3 那我就不要写后面这个and i了 因为这样的话就已经是全部把后面三列都摸置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看这个像是中文的 注意你切换成英文和中文输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不同 这头我们三 这块应该是3 你要计算好你的这个列数 就是你前面这个and加了一个单列 然后后面你想做这个就是单元列的格的Mult 就是合并 那你这边的话要确保它是加起来还是4列 如果不是4列的话 比如说我我这边放了一个6 超过了它 你在这边的话就会出错 是actual alignment type 这个当然是说我如果在这我冒提了刚才的2 在这边一样就是后面这头就空了 这虽然它没有出错 但是这样的话你很难对自己找到这个就是出版的时候漏掉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h其实并不是在后面三格中间 而是在这个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 但是第四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列 这个是我们要也是要注意的 当你完成某一列某一行的时候 你如果想加一个hlan 那你就在这个行下面写上一个hlan 然后回车hlan后面 你就不需要再给出来一个双反斜杠 双斜杠了 因为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让这个 这我们可以增加一下 它就会又多出来一个空白列 空白行 因为一旦你的出三个斜杠 它就实际上是做了一次回车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用这第一个讲的会比较的详细 你还可以去分别调整一些相关的这里面的内部命令 用这些命令来做相应的这个调整 然后我们来进行下下一个这个实例 就是我们用这个arrow红包 这块我们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写在一起 如果不可以写在一起我们就 这是table 我们还是把它分开吧 我们保存一个新文件 table array 因为它这个里面要掉一个新的红包 我们在这儿用use use package 可以把中括号 你可以保留 因为你把它保留成空 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进行编译 现在用这个arrow红包 一样我们生成了我们通过内部命令得到的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说 using arrow package 所以在这儿我们来调整一下 用的是table 然后我们也是n的一个table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部分 当然在这边我们现在应该是缺少参数 tabular 像分隔 用第一个 一个 数画线 然后是 set length s parring 5个毫米 然后 m1厘米 下一列 下一列 下一列是 继续 用的是 个large bficr bficr m1.5 5 可以直接用这样的 hardcoding的长度单位 然后用$ c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用的是数学 环境 最后给出来一个 数画线 我们 begin end so far 我们完成了表格的定义 但是表格里面没有内容 我们现在看 放一个hline 可以看到这里面出现了 刚才有一个hline的这个区域了 然后我们给出a and r and c 我们先放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出来 可以看到 这个就不用你去画这每一个部分 我用这就是详细的 我已经可以在参数部分的话 把长度宽度都已经定立下来了 而且他可以告诉你第二列是一个序列表 所以在第二列这边的话 我是可以放一个序列出来 他会按照这个长度去做回车 就是他这个序列是1.5 应该是第二个序列是1.5厘米 第三个第三列是一个数学显示 所以就是用的是数学公式的显示 第一列就是一个5毫米宽的 比如说我把这换成15毫米 他就会按把它移动到这个就是 就是阴弹到了15毫米 就这个前头 这缩近是5毫米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是可以控制这个字的 就是内容的缩近 所以这是第一列 第一行 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话继续增加 如果你不增加这个horizontal line的话 它就是隔离开的 所以现在我的第一个列应该它是缩近的 所以我写了很长以后 第一个1是缩近的 然后我第二个是101010 第三个我是可以写数学公式了 sine x 可以看到现在我是可以第一个的1缩了近 然后第二个是101010是进行了这个就是series的排布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h line 这样的话这个表格我们就完成了 当然说你想说我这是两个h line 上下是双线 这个就跟刚才的内部命令是一样的 但是作者也提到了 你可以观察到就是h line和vertical line 用它的内部命令 其实它第一条上面的和最后面的这条h line 并没有和表格之间封闭起来 所以就是在这儿这个h line 在作者也提到 其实它是双线与数值表现的相较效果 是做的比较粗糙的 当然这一点上还有更多的红包可以来进行改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来可以看到一个跨行跨列 跨行也可以跨列 我们来看 再来一个新的 我们saveize一下 saveize成sale merge 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个sale merge 这个begin和end中 我们说a table with cells merge 在这儿我们不需要用这个are红包 但是我们要增加的是这个multi row红包 这个multi row红包好像应该是 double check一下我又把它记录在这边 multi row我们把它写在这儿 multi row红包 把这个红包和我们的表格也是做一个连接 ok ok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 这样的话你在做这个表格末制的时候 就会用到它 我们先进行一下编译 这边可以看到multi row红包你是需要安装的 然后在这儿我是用三列来表示ccc就是在center 所以现在我安装完了这个红包之后的话 现在是空表 好我们来从开始做一个begin center 这是我们的子环境 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的话 再加一个子环境 是tabular 而这个tabular 现在我是要给它定出三个列来c 然后在这头 end tabular 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随时进行编译 然后确保没有什么那个错误 h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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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话会有多个hline出现 我们可以在现在先把它进行一下编译 因为现在我并没有实际的值 所以在这边的话hline并没有产生效果 所以第一个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先放一个a and b and c 我们确保是说我们的表格是可以正确的画出来的 因为现在第二个hline是当成了一个就是双线 我们来这儿开始这个multi row 用的是multi row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r row我是用两个 因为我要multi两行 然后我给出台一个multi的长度 然后接下来我的内容 text 这是我的multi row 但是这个multi row我摸制了两行之后的话 它这边右边实际上是一个单行的 等我and的时候 我and的是第一行 我这个地方我就需要回车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效果 实际上在这边我是强制这个attacks 是在占用两行 但是我后面必须得渲染 或者是说我去排版我的第三 第二列和第三列他们还是单行的 所以我这边要有一个回车 接下来的话我会去看这个cline cline这边的话用的是第二列到第三列 我会给出一个abc anddef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在第一列 因为它已经是multi row了 你依问你 最好你都可以在这边的话给出一个这个缩进 它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这边我想是我是multi row 我是三列三行的话 那最好你是可以在这儿做123456 这跟上上个实例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去在心目中你也得计算清楚 你现在到底是在哪一行哪一列 因为你前的multi row已经定义了 在这边第一列我要重复三行 都是要用我的这个mod的这一部分 但是后面的话这个两列你是要通过cline去来完成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mod的这个行 我们现在进去这个multi row multi row这时候我这个nothing是两列 两行的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给出来一个型号 因为我定不出来它的长度 但是我在这儿是我先给出来一个它下面是一列 然后接下来它的内容长度是我用的是这个是multi column multi column我先用外面是multi column把这个变成两列 也因为我先是more之另 然后里面是multi row 这个multi row又是两行 然后给出一个新号 给一个nothing是我们的文字 注意你现在是more之的依然是more之的两行 但是列也是两列 所以你后面的and只需要再加另外的第三列就行了 但是第三列是你的more之的行数的第一行 所以我回车以后我要给出来那个第二列最好给一个锁进 然后我继续应该是multi column 因为我要确保说我得能够走到第三列去 这就不像刚才我只是在第一列我做的 我并没有去multi column more之列 所以我还要再去写一遍我现在的这个列前两列我已经要more之了 然后我给出来的内容是空 因为我在前面的那个第一行已经有了一个nothing 然后我下面有一个小xyz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当然是说在这儿我应该试一下我还是要有一个hline 但是这个hline可以看到如果你去画的话 它会把第一部分的这个也会画上 所以在这儿这个hline是不能加的 可以大家去比较一下这个和下一个之间的这个不同了 所以现在那个我们通过第一个这是只是末制了两三行了 我们这边第二个是末制了两行两列是这样的一个实例 然后在这边的话如果第一个单词是默认不断行的 这在单元格很窄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h space的方式去来解决 这个我们就不演示了 然后是表格嵌套 表格嵌套是说实际上在这个第二行第二列 这个ab是在这个下面嵌套了一个新的表格 所以你这边就是注意在写到这个单元格的时候 可以增加一个tabular的子环境 主要就是在这边 其实这块我是建议大家注意好缩近 那你把这个格式这个就是缩近做的比较清晰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去定义这个字表格 我们把它那个也是做一个实例 我们没有一个文件 保存 table table in table 我们来放一个 document class 用particle 这块你用report也没问题 这块你用report也没问题 然后我们begin document 然后接下来我们放一个begin tabular 希望大家这个tabular已经比较熟了 然后ccc这样的话我们定义了一个三列的表格 end type build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空表格 先确保我们的这个编译通过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我们放一个h line 然后我们定义a 当然我们可以可以用这个a and b and c 先确定一个推荐表格第一列 第二列第三列我们放上 然后我们用一个h line走到第二列 第二行 第二行可以看到是说我首先是a是在这的 但是b我是要有一个multicolumn multicolumn1 然后我在这个下面的话我会来定义一个子表格 在这块是一个小的tricky的地方 我们用multicolumn 然后column1 然后column1 和text 我们用的是position 应该是at at就是隐藏外面的这个就是分隔 通 然后l at 通 给出了一个分隔线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text text text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回车到这边 然后我们用 begin tabular 定出来一个不需要左右线的双列表格 然后在这儿我可以用a andb 然后我在这里增加一个h line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and tabular 这边还有 当你这个放在这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会有这个pire的解释 在这儿 已经有了一点效果 但是这个hate hate a 这个是不对的 他 yeah I just do a troubleshooting I found an interesting error or mistake I did is I finished I 忘记了这两个结尾的这个反斜杠 所以刚才我刚才是出现的问题是在这儿 可以看到 刚才在这边解解完之后是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hate 然后这hate之后就解了一个a 而这个hate实际上是这边没有这个回车 然后他错误的解释了这个杠 就是斜杠这个horizontal line 但是他这边为什么会出现hate也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在这边呢 我补上了这两个反斜杠 可以看到这边的c就出来了 然后同时是说在这头 是我那个已经敲入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子环境 所以在这儿我已经到达了这边最后一行a and b and c 最后再加一个h line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好 最后这个h line and 这边啊 这这头有一个and 这边的 这儿应该再有 这个了 这个是他 这个是对应到begin 然后在这儿这个地方应该结束 好 这样就封口了 所以在这边可能大家要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这些回车的这个缩进 这样他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来把它定义清楚 所以第一行是abc 没有问题 然后是按照这个ccc所定义的 第二行是左边是个a 然后那个在右边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像上一个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先定义multi row 然后里面再做multi column multi row的这个行列同时去做合并 而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左边的a和右边的c似乎是占用了两行 但实际上它是一行 而是在这边的话我是首先是split了 就是把这个就是在这个b的这一列把它变成了两列 然后同时是在这里面增加了一个这个小的子表格 这子表格是两行两列的 所以在这边是cc 但是我这头你可以看到我有这个horizontal line 但是我上下没有 然后我有这个vertical line 但是左右没有 所以就是我只是在中间画了一个十字 实际上上下左右的这个就是口字框是由外面的这个表格的那个定义出来的 就是如果我把它这整个这一部分换算换成一个b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来换成一个大写b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三乘三的这个规整表格 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b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两行两列的子表格 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是出现在这个a和c之间 它实际上是一列一行 然后把它就是里面划分成了两行两列的子表格 这个是用这个签套的方式完成的这个功能 然后这边的话那个大家可以再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两个红包 就是make cell 还有就是这个diag box 就是diag box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我们来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make cell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就是三线表 好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练习一下 我们来demo一下这个diag box 因为这个就是这种三个斜线分割同一个cell 这个可能在你很多这种科学的这种排版表格中应该都能够预得到 就是在这块我们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实现的 table table diag box 好我们来做一个document 用 规范 我们用report吧 试一下这个会不会 yeah begin 然后在这个下面我们放的是一个begin tabular 然后它后面的话就是一列 然后后面这个c和c那个我们之间是没有线的 所以就是第一个c右边有一个线实际上是这条竖线 然后后面两个c你是放在这边是没有线的 然后我们是先把它close掉 这个是我建议大家也是用这种方式以免是当你的圈内原代码写的很长了以后 其实你就找不容易找到这个begin和end了 在你写完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先去进行一下这个编译 看到那条黄线实际上就是你的表格就是这个浮动题所占用的空间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dirgo box 我觉得等一会应该是要去进行那个一个红包的安装 我们先看我们用英文了西文是left middle right 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我是用这样的这个dirgo box 是把它分成了三部分 然后后面我跟着a跟着b 然后反向加两个a英文 加一个这个方式 看到这个left middle right并没有解释出来 是因为我们是需要增加这个红包 我们来看dirgo box 是不是需要安装看一下 好是需要的 带一个box st1 随着我们的实际上 就会慢慢的将咱们的这个红包库 就逐步的积累起来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 这会还会增加一个picture2e的红包 证明这两个红包应该是有互相依赖关系的 好安装完毕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第一行就是我们的要按照要求 然后增加一条红线 然后我们写第二行 第二行左边就是1 就相当于第一 那个item 然后b1 然后我们2 a2 b2 你可以这样去自己去再去写 或者是准备好一个比如说csv的文件 然后你是可以用这个文件来导进来 paste的进来 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看着是左上角 这一个cell是被分割成了三部分 是通过diag box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a1的这一个cell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包 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过程 然后这个浮动体 非浮动体表和并排表图表 我们在这边的话就不再做演示了 这个目前我并没有很长的 非常经常的用到这种形式 当我去放一个这个表格 或放一图片的时候 我还是会是 基本上咱们是用这个浮动体的方式 来去运作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这个图表 我们就解释完毕了 然后下一个章节 我们会去快速的看一下这个页面的设置 就是上下的这个就是空白 留白和这个页宽 这个角度 我们来去做一下这个讲解 下一次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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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